等待了一甲子 整整60年终于等来了一盏路灯 这位先生非常欣慰 在这的居民终于可以走上温暖光明的回家 点灯造福人群 所以呢这只路灯他有一个任养人 台湾人行善的方式 又再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了 领养代替购买大家都听说过 但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 我听说过的最神奇的任养方式 任养路灯 上面写着点灯造福人群 任养人某某某 我曾经去过台北双联的文昌帝君庙 在里面看到了这本文昌帝君英志文 上面写了种种的扇形 其中一种是写到点夜灯以照人行 造河船以寄人度 如果我们像帝君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永无恶药嘉宁 常有吉神拥护 其实我当时看到点夜灯以照人行 我觉得还挺难的 因为在现代社会 我要去哪里找一个电灯泡 来帮别人点亮他回家的路 在我非常迷惑之际 居然看到台湾的民间 有任养路灯 这样子修善积德的好康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太棒了吧 其实呢就像我不是第一次看到 台湾人会把树叶盖在路边的大边上 防止别人踩到那样 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任养路灯了 我第一次看到被任养的路灯 是在2020年 当时我跟若梅初二回娘家 我们从餐厅出来的公路边 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盏路灯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林里同披泽 点灯照光明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支路灯的时候 我并不了解任养路灯是什么意思 这个路灯是他们家造的吗 他们家买的吗 因为想搞明白任养路灯 究竟怎么一回事 我就找时间去了 有任养路灯活动的罗东正公所 原来任养路灯是以一盏为单位 一盏一年是一千块台币 任养之后呢 这一支路灯上全年可以贴上你的名字 当然呢 也有人会把他祖先的名字写上去 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决定 所谓福报绵延无绝期 我有问工作人员 那有没有人会选择匿名呢 对方表示很多人会匿名 区公所呢 就会帮他们写上善心人士这四个字 也有人会要求写阿弥陀佛啊 或者写阿门啊 都没有关系 只要任养人 喜欢都可以写 因为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我就搜罗了很多相关的报道 这边呢 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几个故事 台南的第一盏光明路灯 是由潘骑生先生点亮的 潘先生他经常要上大夜班 因为路上很黑 他发生过两次车祸 甚至因此停工了整整六个月 没有收入 因为潘先生不希望 有其他人跟他有一样的遭遇 所以他就发愿要点灯 让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回家 潘先生是一位低收入的单亲爸爸 当时面对社会各界对他大阵仗的表扬啊 采访啊 他只是非常朴素的表示 哎呦 我只是尽点小小心力啦 啊你们阵仗搞这么大 更为奇妙的事 潘先生当时有应征一份工作 他是待业在家 结果呢在他任养路灯完之后 就接到通知说他被录取了 善行德服 真实不虚呀 其实台湾人本来就乐善好施嘛 推出任养路灯的这个政策 我真的认为是德政 而台湾民间道教的信仰也非常的兴盛 民众本来呢就有区公庙点光明灯的需求 而任养路灯呢也是一种点灯的方式 有的公庙他们会配合当地的区公所 正公所来宣传这一好康 建议要来这边点光明灯的信众 直接去区公所任养一盏路灯 我觉得公庙的这个行为真的很了不起 因为他将本来是自家的香火钱 舍小家喂大家 同时也让民众点光明灯的小爱 升华成大爱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台南有一家四口 他们经常爬关子岭 任养了关岭国桥附近的四盏路灯 他们说以后还会号召更多的山友 一起来任养路灯 因为他们认为点亮他人就是点亮自己 大家都说造桥铺路和点灯照明 培植福报是最大最迅速的 只要这条路上有一个人经过 任养路灯的人就帮助了一个人 而这条路上一天会有无数的人经过 那任养人就帮助了无数的人 驱赶黑暗躲避危险 说完南部呢来讲讲中部的故事 台中市将灯点进了偏乡和部落 太平山区的长龙路二段 住着一位101岁的深老先生 他说等待了一甲子整整60年 终于等来了一盏路灯 这位先生非常欣慰 在这的居民终于可以走上温暖光明的回家路 而台中市的南天宫更是践行了神明对他们的教诲 一口气任养了200盏路灯 我在罗东的正宫所了解到 任养路灯还可以指定路段 指定编号 有一位南部的妈妈 她为了让在台北求学的小孩 可以安全的回家 就在小孩租屋处的附近任养了路灯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妈妈的关怀都是如影随形 除了人情味浓郁的中南部呢 台北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台北一家补习班的老板 为了照顾班上的学童 任养了补习班旁的56盏路灯 我想起自己大二年轻气盛的时候 也是经常熬夜到一两点才回家 我当时住在七张的一条西边 那边晚上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很多流浪狗狗 因为路灯很亮 所以我回家都不会觉得害怕 我以前会认为这些路灯都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才知道 其实每一盏灯都是这个社会上的 某一个陌生人对我们的守护和祝福 多亏了这些灯 不然我在一两点疲惫的身躯 和精神恍惚之下 搞不好就失足掉进溪里了 真的要感谢这些可爱的路灯 点灯可以是很温暖的 但它也可以是非常浪漫的哦 这里有几个爱情故事跟大家分享 台南有一位陈先生 他在跟老婆恋爱和求婚的文化中心路的附近 任养了路灯 作为他们的爱情见证 无独有偶 台北的曹先生为了纪念自己花了三年六个月 才把太太追到手 一口气韧养了新龙鹿四段的三十六盏路灯 这个善举也是让太太非常的感动 她也更加的坚定了 我真的选对了好老公 说实话 我真的会觉得 收到一盏点亮的路灯 会比收到999朵或者9999朵玫瑰 来得要诗情画意得多了 这就属于把男女间的小情小爱变成无远弗界的人间大爱 这一切正如苏澳镇公所任养路灯活动的标题 让每一盏灯的生命由于您温馨的关怀与付出 使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光明与温暖 我还了解到其实各个地区不同的镇公所任养路灯的收费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花莲新城的香台九县 每一闪灯是1000元 但台九县以外的香道一年就只要600块 任养也会有一个收据 这个收据也可以用于减免个人所得税 可见任养路灯真的是 神明、政府和民间一同促进互相成就的一大善事 台湾其实还有很多这样感动我的小地方 有一次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有一只燕子从我面前飞过 顺着燕子飞行的轨迹 我才发现骑楼那边有非常多的燕子 因为燕子他们不仅仅是在潮中活动 他们喜欢在骑楼的房梁啊屋檐那边飞来飞去 住家们就会用绳索吊着盒子或者架设挡板 让燕子可以在其中自由的停落 有的人家还会在燕潮的下面铺一张纸皮 因为他们会有很多便便不断的滴落下来 即使这边的住家知道会有那么多的便便 出门还可能会中头奖 也没有人会去驱赶他们 甚至还给他们提供很便宜的住所 我看到一位风水师 他说燕子飞到家中其实是吉兆 燕子很有智慧 知道要挑选有福气的住宅 一定是家和万事兴的 这里面住的人也一定是安稳踏实的 燕子才会敢在这边扎营留守 台湾人打动我的细节 除了对燕子的守护 还有对长辈的照顾 有一次我去逛超市 我就发现在货架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把手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把手是干嘛用的 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边的货柜上面放的 都是长辈用的奶粉 若有长辈他们蹲下来 拿低处的商品的时候不好起身 这个扶手就能够在关键时候拉他们一把 很神奇的就是台湾人的很多行为 我在文昌帝君英智文里面都可以找到对照的 像刚刚所说的不要伤害小动物 这里就有雾登山而往擒鸟 对于长辈的照顾呢 这里就写敬老连评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买菜的时候 我发现老板他们在蹭完东西之后 也就是说他已经秤到我要的那个价格了 但是他还是会随手抓一把丢进去给我 他们是面无表情的做这件事情的哦 他也没有偷看说 诶那个客人有没有看到 我一定要让客人看到才可以 没有 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习惯 然后就抓一把丢进去 根本没有在管我有没有看到 这件事情呢 在帝君的英智文里面讲的是 斗秤需要公平 不可轻出重入 那这些老板他们不仅仅是公平了 他们甚至是给多了 台北双年的文昌公 听说非常的灵验 那我认为灵验的基础是 我们要真的向帝君学习他的行为 他才会愿意保佑我们啊 所以如果我的小孩 他现在要去参加考试 我希望他金榜提名的话 我应该就会去帮他任养一盏路灯 因为前面那个潘叔叔 台南的潘叔叔 他不就是任养路灯之后 他的工作就找到了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大家不妨试一试咯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